在杯中倒入紅茶 再加些奶粉 圓滾滾的珍珠和黑糖 都沒缺席 在印度竟然也喝得到 台式珍珠奶茶 很香 非常香 所以我喜歡 這邊印度人都說 好喝的珍奶 身為台灣人 一定要來試喝看看 它喝起來是比較偏甜的 但是這個珍珠口感也是偏硬 為了符合在地人 愛吃甜的味蕾 這家印度台式珍奶店 還研發出芋頭 哈密瓜等多種口味 紫色綠色的奶茶 顏色繽紛 看看裝潢 大走夢幻王美風 吸引許多年輕人拍照打卡 logo還是喝著珍奶的 台灣黑熊 其實在新德里或是德里 珍奶店可說是越來越多 年輕人人手一杯 幾乎成了時尚的象徵 雖然目前在印度的珍奶店 大多是由印度人西藏人或是韓國人開設 但如今也有台灣珍奶品牌秀道商機 在海德拉巴 國亞插旗 業者坦言 每天幾乎都大排長龍 台灣業者分析 奶茶在印度最受歡迎 同時也因應當地喜好 引進拉茶品項 而食材95%都來自台灣 根據統計 印度珍奶市場規模 在2023年到2029年間 估計有14.6%的 複合年均成長率 珍奶甜蜜商機持續擴大 同時也在印度掀起台灣熱 TV的新聞 兩男劉瑞瑟 印度參謀島